明星带来的差距有多大 陈小春带儿子参加节目时 一天要对小小春发火十几次 啊 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s wrong with you hurry up um can you just stop angry now sorry i say can you stop angry now 我暖晚衣服出去去哪里 这老婆 好了没吃啊 没吃吗 没哭 但他对泡夫又是另一种样子 在外面帮你绑绑一下他吧 乖乖乖乖乖 小泡夫很乖 乖乖乖乖乖乖乖 小泡夫很乖 不骗你了 小熊叔叔 都怪也不用喂 他给人拿换去 吃饭这个鸡就够了 看得出来 夏小春是今生的美村了 因为没停时刻为让儿子转 导致大女儿很没有安全感 甚至有一次动手打了弟弟 两个孩子要一碗水断瓶 反观应彩儿想要二胎时 会询问小小春的想法 那我给你一个妹妹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 她那个谁家的妹妹 就老抢玩具 后来她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 因为我不给她再买玩具了 我说你玩具太毒了 她有一天在我床头说 妈咪 我觉得我可以准备一个新孩子 为什么 因为你会买玩具给她 所以这个你就觉得她做好资养准备了 至少她不排斥 不管多大的孩子都要尊重她的想法 鲍贝尔的女儿对待阿姨不礼貌时 她是这么做的 结果阿姨就说抱她 就想抱走她 结果她上去给了阿姨一片子 一巴掌 一巴掌 直接打脸了 我一秒钟之内 我直接给了她一片子 打脸上了 打脸上了 几岁啊 两岁多 她就哇哇哭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 我说谁也别管 今天所有人都走 不愧是父女俩 脾气都非常相似